2月1号下午立法院议场内 国民党团总招傅坤崎 主动走向民进党团总招 何建民接着不到两分钟 双边达成共识 接着傅坤崎走到黄国昌旁边 洪梦凯还拿出手机对了半天 但似乎就是谭不拢 原来他们在讨论这件事 通知我我们2月23号开议 我当场就跟他讲 对不起我反对 太晚了我反对 2月1号才报道 立刻为了几号开议 乔不拢蓝绿共识23号 但黄国昌坚持 民众党决议要提前 要选在2月6号过年之前 或是底线是2月16号 那为什么黄国昌不坚持 今天就开议 保护员可以跟 你们所保送的韩国瑜 跟傅坤崎来好好谈这件事情 徐立委有很多的地方行程 需要去了解地方的需求跟名义 最好是可能就维持原案 就2月23号再开议就可以 立法院发出党团协商开会通知单 2月5号下午3点钟 将由韩国瑜亲自主持 要延伤第11届 第一会期开议日的相关事宜 只是新国会才刚报道 黄国昌领军的民众党 立刻跟蓝绿意见分歧 黄国昌高分被怒呛 创造高声量 而他有意在两年之后 角逐新北市长选举 是否就是循高红安模式 也要争取蓝营支持 所以我想黄国昌一定不会 不屑于让别人认为 他是选高红安的 黄国昌就以咆哮剂 行走江湖的话 那我不认为他在立法院 会有任何的政绩 真的能够为他争取到声量 甚至于争取到选票 黄国昌重返立院 准备在国会大展身手 对未来政治布局 也让人不免质疑 是加分还是口分 下期喜欢曾经的周术君 太不保证了